我有看到陷洞他好像不覺得自己有錯啊 我覺得這個源頭還是要去看他們支持的政治人物 為什麼沒有立刻的去阻止他們 散播這種不實的謠言 那樣的質疑其實是在遭他所有辛苦的選務人員 像那個肝膽排石又或是說 之前去年中MeToo風波的時候 他也發了一篇MeToo文結果是放閃文 那一次他也是很草率的就道歉 然後就又過了 他好像太多次這樣的輪迴了 我記得韓國瑜說他可能會在 就出來要宣佈那個立法院長 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在一個月前我們大家都預測說 他就會是未來的立法院長 你會擔心嗎 台灣擔心 好了擔心好像也沒什麼用 今天我用盡全力 一無反共 PKP 網紅愛麗莎莎曾在公開場合表明自己的立場 13號在個人IG轉發多支爭議影片指一選舉作票 1號撥最下 1號 1號撥最下 1號 1號撥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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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卻遭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打臉 事後道歉也被網友批沒誠意 而愛麗莎莎似乎不受輿論影響 16號還發去韓國玩的線動 讓網紅視網摸看不下去發文轟 愛麗莎莎為什麼你不道歉 還開酸 韓國可以整形 不知道能不能整腦 我是真的好奇大腦 如果不小心被熨斗燙過 要怎麼把皺摺的立體感就回來 不只惹怒國內網紅 連在台生活多年的波然Youtuber斯坦 也不人樂發影片開炮愛麗莎莎 她轉發了那個影片之後 又下架 然後說她從來沒有分享過這種的內容 不過我在想這種態度 怎麼那麼不負責任 你也知道你在幹嘛 那對自己做的事情 對自己講出來的話要負責啊 因為你不是小朋友啊 而且你已經有100多萬的追蹤者了 你對你的粉絲要不要負責 她應該不覺得自己做錯什麼事啦 所以我們也不用對她有過多的期待 鄭家淳18號錄製節目 針對愛麗莎莎事件 更是臉環的火力全開 我覺得這個源頭還是要 去看他們支持的政治人物 為什麼沒有立刻的去阻止他們 散播這種不實的謠言 因為政治人物它有 比一般公眾人物更大的社會責任 他應該要去教育他的粉絲 那樣的質疑其實是在 糟蹋所有辛苦的玄武人員 像那個甘膽排石又或是說 之前去年中 MeToo風波的時候 他也發了一篇MeToo文 結果是放閃文 那那次他也是很草率的就道歉 然後就又過了 他好像太多次這樣的輪迴了 我的立場好像也沒有說支持不支持 因為也不是只有他去散播這些不實的謠言 甚至是剪接變造過後的影片 那目前民意看起來是支持中選會要提高 非常歡迎他就是加入民眾黨 帶領諸位小草們 去認識更真實的政治 他們全家也都是支持民進黨 是老公嗎 對他們家他爸爸也是 他們都會看台灣的政治 而且其實日本的新聞台都會做特別報導 去介紹就是這次大選 伏伏是深綠嗎 誰 就是你們的伏伏 因為你說Akira他們家也是很支持很親戀 深 我覺得沒有分什麼深綠淺綠啦 會說自己是淺綠的人 不就是柯文哲嗎 最後也是變來變去 所以我覺得 是你版的